1月29日,星期六,牛年最后一集的鳄鱼谈 说都没那么快,这个农历新年又到了 下个星期开始,又是我们这个苦年 说真的,凌围鸡犬,莫围牛后 我们香港人经历过这一年的动荡,这个时势 武汉肺炎弄到我们催淡,政府的防疫 又弄到我们头都大 整年,总之说一句,正宗催多个威 凌围鸡犬,莫围牛后 我们就去牛的肝门,被人吐到屎 吐出来过这个牛年的最后那几天 一开始,又抹大个吵的苦口,迎接我们了 无论在香港里面,苛正满于虎 林郑月娥,颠岛黑白,乱七这么来 在香港里面,无论小市民也好,商家也好 大粒子也好,甚至蓝丝也好 都在未来的一年,打醒精神,一个不能注意 风高浪急,那真是死多了两前宠 真是哪里都不想去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就算你现在 执包、蚊、插素 离开香港,去其他地方 是不是又代表就是安享晚年 就是被避过这些不好的情况呢 似乎世界上的环境,也都屌你的老米 并不尽于人意 是不是,现在在一个西方的国家里面 就面对着另一场 分分钟有机会升级为战争 甚至没有人会说 哇,可能这样的,起码会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都有这个possibility的 这个乌克兰的战云密报 无论这个美国啊,俄罗斯啊 其他的这些欧盟不约国家 哼哼一声,又增兵又撥钱 又用子弹,又用飞机 总之搞到整个这个东部战线 更危险过这个二次大战的危机 当然啦,在这个时势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个强义有力 是吧,坚挺不拔,是吧 叻到无论,又勇敢,又有屌你老米的勇励 是吧,胸襟又要广大的这个世界警察 是要维持这个世界的秩序 那当然啦,如果川普、川普大总统 仍然在位,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危机 就一定不会来临 我说的,但是在现在这个情况 换了一个老人痴癌 都不知道有没有入片去开会 怕他吵糟糕的拜登 又怕他开会去睡觉 又怕他不认识什么 就吊致人爆粗 又怕他乱致这么说话 又怕你老人痴癌症的病患 那就是美国这么重要的世界警察的任务 交了给这个快80岁的老人家麒英 哎,真是无论 是这个美国人民的悲哀 当然也是我们被他挤濕了的这个世界公民 也都是令到大家都要抹一把汗 那么拜登这么乱临 那当然啦,就是刚刚做够一年 他的民调就吊你的老尾 你全家产好像是超哥的那样 向下垂 插到妈妈都不认得 那么由他上任那时的支持率 去到57% 转转反则 而何下起 那么一个不认识 一年之后 就插到48%的这个百分点 低过这个50%的水平 就是不够合格 甚至无去一些无党派 独立人士的调查的报告里面 拜登的支持率仍惨痛 因为跌到33个这个百分比 那就是史上 美国总统里面 民望最低的第一年里面的这个总统 仅仅是比克林顿 排这个的尾尔 不过最后的 竟然是川普特朗普的大总统 待会才触碰 究竟特朗普是不是这么厉害 为什麽要保持这个 最后的位置 不过拜登当然就大声说 我不肯信民调 这个民调并不代表 真实反映我和这个 Kamela Harris 这个的何錦麗 真正为国家的这个贡献 丢你的老美 我不知他是不是说广东粗口 或者他说fucking son of the bitch 或者又说morrow holy fuck 不知道他怎样说 总之丢你的老美 真是差不多了 意义了 丢你的老美 我和何錦麗这一年里面 在做了多少的近夜 近了多少的丢你的老美的炸弹 解决了多少的问题 你这群的目的又不能说 面对这个这么严峻的武汉肺炎的疫情 你老美我们又要搞疫苗 又要全民要打疫苗 又这样那样那样 多严峻 又要搞这个量化宽松 又要pass了这个1.2个billion的这个 史上最大的政府基建的这个bill 哇 白费代举 做这么多的东西 多多棘手问题啊 特朗普大壮肿 你老母亲签了这个撤军 在这个阿富汗里面的这个协议 你老美 我都不想搞成这样的 但是真是好多的这个问题 要涌出来的嘛 很多东西都控制不了的嘛 真是做过好多东西的 不肯是老是怎样的 但是这个的拜登 究竟你做过什么东西呢 美国死了这么多人 是吧 好多人 你老母也都失去了一个至亲 是吧 武汉肺炎的肆虐之下 搞到大家的催塌 那你就是紧的啦 谁叫你是美国佬的总统吗 好了 又说要搞出这个COVID-19 的这个源头报告 雷声大雨点少 又说一定要你老母追究习近平 你这些责任 查出这个中国是不是这个武汉实验室 洩漏这个Virus出来 那又怎样 说完之后 不了了之 做了就当做了 都不知道这个源头是怎样 嘻嘻嘻嘻嘻 就得过且过 到现在 老美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这个武汉肺炎的源头 是不是这个武汉的这些实验室 又或者它是一个 人为出来的这个病毒 都不能够了 那我看你了 我们下期再见